当美味变成日常里不可或缺的元素 当蔬食成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味道 我们依循着春生 夏长 秋收 冬藏的节奏 搜罗了美丽宝岛的鲜甜滋味与文化风采 同时记录下属于这片土地的幸福时光 今天我要带你们去了这间餐厅非常厉害 它可是台北市第一间 以蔬食为主的港式饮茶餐厅 他们除了在蔬食界掀起了一股潮流之外 也成为许多美食饕客心目中的首选之一 那这次难得能够来到龙潭店朝圣 现在就跟着我一起来去吃饭吧 阿姨师傅你好 你好 阿姨师傅 我常常问一些蔬食朋友们 他们口袋名单有哪些 常常养心茶楼都是他们的首选之一 是啊 是啊 养心茶楼在台北也算是一个第一指标 蔬食界第一指标 是 那你们创办人是从什么时候 成立这个品牌的呢 我们创办人当初洪先生 就是因为他老婆吃蔬 那在这个过程 台北其实素食的餐饮 其实就是那几家 那可以选择性其实不多 那因为他基于他很爱他老婆 他就选择去创立这个素食品牌 可以让他老婆吃到更多一些 不一样的素食 那阿姨师傅 你是从当时创立的时候 就在这里工作了吗 对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在这里了 所以说等于你也加入了研发的团队 一起去讨论对不对 对 我们其实在这个研发素食的过程中 我们下了蛮多苦工的 对 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 我们要去克服素食给人家的一个既定的刻板印象 就感觉就是很素很蔬菜的东西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希望说做到说让吃荤食的人都可以去享受到 原来素食这么好吃 原来我吃素也可以吃得像肉一样 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花费的心力是非常的多的 当时光是研发菜单 你们花了多久时间 我们光是研发菜单到确定的时候 大致上至少花了半年的时间 对 是 那在这个品牌一路过来的时候 我们也是不断地在挑战自己 对 那像是在食材的挑选上面 你们有没有最注重哪些环节呢 因为在外面大部分的蔬食料理 或者是素食料理 他们比较传统我们常看到就是 比较现成的像加工食品比较多 那我们在制作这个跟研发上面的话 我们会比较趋向于养生 尽量都是用新鲜的这个蔬菜啊 下去做一个料理 或菇类啊 种种的 那我们会比较少去加到这个 加工食品 对 那所以 我们会比较麻烦的是在一些 手工上面会比较多 那你又要有口感 又要有这个蔬菜的感觉 那我们做法就会比较繁杂一些些 对 进化为2.0版的龙坛店 除了宽敞舒适的用餐环境 可以作为喜庆宴会之外 在餐点的变化上也更为多元 刚刚运动完之后肚子有点小饿 就麻烦师傅赶快为我准备招牌餐点吧 阿姨师傅 你本身从事餐饮的工作已经多久了呢 我本身大概从事快20年了 已经20年的时间了 可是你看起来很年轻耶 因为我们那一辈的通常都是16岁就出来学 那为什么你会想要从事这样的工作呢 其实以前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那就自己一直不断地换工作 那换到餐饮业的时候 就觉得说原来吃得这么好玩 然后我就从此之后就是 一直在吃的方面从事这样子 是 那你当时学做这个小笼包 花了多久时间 我们在学这个小笼包 其实我一直都在学 到现在吗 对 一直都在学 因为我都是不断地希望说 下一次还可以更好 下一次还可以更好 怎么做它会更好 是 那你觉得做小笼包它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觉得做小笼包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你的汤汁 皮冻它能不能达到一个完美的比例就是它跟油脂呈现的是我吃起来不腻 不油清爽 那皮能不能薄到说我咬下去的时候感觉不到皮的存在 对它只是一个辅助帮我把这个馅料全部都包覆在里面 但我可以一口吃下去的时候是包含汤汁跟肉馅 是 还在冒烟而且它好精致喔 它看起来皮好薄几乎有点透光的样子 对 小笼包就是要提起来可以晶莹剔透 好 那我就先从它开始品尝了 肉肉的吃最好吃 是 它现在太美味了 因为皮真的好嫩好薄 然后因为这个汤汁所在小龙汤包里的香气 非常地鲜甜 你会觉得所有的精华都在你咬下去的那一口嘴巴里 对… 那像是这个汤汁的部分我想是它很重要的灵魂人物 指引吧 对 汤汁其实蛮重要的 那我们是用蛮多蔬菜去给它熬制而成的高汤 其实它吃起来口感跟荤食很像 然后加上这个汤汁的搭配 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可能吃不出来 它竟然是蔬食耶 对啊 还蛮多人吃不出来 它… 这个…这真的是素的吗 对 那像是这道又是什么样的料理呢 这道是我们米香塔菇场 我们把油条剖拌之后 那炒九层塔跟一些菇类还有笋类下去 把它包覆在里面 那在上面再给它裹一些米香 爆米香 让它吃起来酥酥脆脆 那又有一种类似三杯的一个味道在里面 我觉得这大概是我看过最特别的肠粉料理了 因为你刚才说里头加米香 是 是 然后它看起来也比一般的肠粉还要更蓬 因为油条它炸下去之后会膨胀 对 所以它会感觉比较蓬 是 我觉得另一部分会看起来蓬的原因是 里头加了太多食材了 对 我们比较讲求实在 外皮好Q 好嫩 然后我吃到了好浓郁的塔香味 再来我觉得很特别的是米香它会有脆脆的口感 对 会有脆脆的口感 这种料理我觉得能够那么好吃的原因就是 它的程序很多道 然后所以吃起来你会有一层一层不一样的口感 对 希望你咬下去的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肠粉 你吃的是一个层次 吃完美味的汤包和肠粉 当然也要喝上一碗师傅大力推荐的芝麻糊 经过细致研磨的芝麻 把香气 油脂完全淬炼出来 再以天然米酱勾上薄薄芡汁 让客人在滑顺的口感中吃尽了美味与营养 阿姨师傅 刚才品尝完那几道港式小点之后 接下来你要给我们介绍的有哪些料理呢 有干扁四季豆 它跟通坡肉还有广草面 我先从四季豆开始品尝好了 听说它在你们餐厅里头算是热销排行 对 它是算蛮长扁到的一道菜 这道四季豆料理竟然可以成为那么多 顾客喜欢的料理 一定有它厉害的地方 它吃起来好脆 而且有一股甜味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其实四季豆 为了要求品质 我们都会特别去选食材 再来就是在制作的过程中 我们基本上都是用新鲜的 难怪它吃起来带有一股 特别的甜香味 这是一般你市面上吃四季豆 不一定会吃到的 对 然后加上炒的过程中 你们调味料的加的方式 它有一点点咸香的味道 对 因为我们也有加一些菜脯在里面 对 把菜脯去炒香之后 配在里面一起去吃 你会吃到有一点带点脆 可是你好像又不知道 吃到的是什么东西 对 它里面有加一些巧思在里面 是 它虽然好像是一道 很简单的家常料理 可是吃起来真的不一样 对啊 那接下来我要品尝我非常期待的料理了 因为刚才一上桌我就一直在观察它 你说它是素的东坡肉对吧 对 它是素的东坡肉 那以往外面的做法都是用冬瓜去做比较多 那我们就会比较希望说它可以不是真的像冬瓜吃起来没有那种荤食的感觉 对 所以我们在里面也加了一些很多巧思去让它更像肉 是 那上面你们放的这一层是用什么样的食材去取代这种好像昏肉的感觉 上面这一层的话我们是用麻糬下去做的 对 那让它看起来白白亮亮的 更像猪油的一个口感 那吃起来会比较嫩 对 还没吃就觉得有一种流口水的感觉了 那我就赶快大口品尝它了 你可以沾一点酱汁再吃会更好 它的味道实在是太让人出乎意料了 因为其实麻糬你们的处理方式又比一般的麻糬 我觉得再更软一点 对 因为这样吃起来才会比较化 像猪油这样子化开来 对 有量的感觉 那下面的部分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呢 我们是用猴头菇下去做的 所以你才会看到上面会有一丝一丝感受的 好像是肉的一种纤维感觉 其实它一丝一丝的口感会让你非常惊艳 因为它很细很嫩 对 对 它简直比荤食还好吃 它这道工法处理会比较复杂 因为我们是用猴头菇 整颗的猴头菇下去 用机器不断地搅拌它 把它打成一丝一丝的口感这样子 因为一般猴头菇在处理的过程 本来就很费工了 可是你们又要再做这样子的环节 我想它的费工程度又是难上加难吧 其实我们养心潮楼 从来就不怕费工跟麻烦 对 因为我们就是想做出 让人家吃起来不一样的素食 对 所以我们从来就不怕 什么叫费工 什么叫麻烦 感觉这出来对你们来说 好吃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让所有 不管是吃素还是吃荤的客人 一来到这里 他都可以去享受到素食的好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我们这边的 广式炒面了 那阿姨师傅你建议我怎么品尝它呢 如果你不习惯吃面酥酥脆脆的 我会比较建议你就是趁热的时候 我们把它拌均匀 把它拌一拌 对 让这个面完全去吸收 它这个汤汁的一个味道 跟精华都把它吸进去 那你这样吃的每一口的面 它都是香的 是 那带点Q 我觉得啊 广式炒面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 看起来油油亮亮的 是 然后因为加了好多的蔬菜在上面 所以你会觉得它看起来颜色很缤纷 对啊 比较多色彩这样 哦 而且我发现啊 广式炒面 它能够吸附的汤汁好像比较多 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的面经过炸之后 那它本身就干了 那干了之后 它会更好的去吸附这样子 哦 是 因为放上来 到刚刚我们聊天的过程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吃进嘴里的口感 稍微再软一点 对 会稍微再软一点 对 然后呢 因为它 就像你说的 它很会吸附汤汁 所以很入味 对 它会比较入味 那我们可以把每一个食材的味道 它都吃进去 哦 是 那阿姨师傅 你从事蔬食餐饮 这么长一段时间了 你觉得你的动力来源是什么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 最重要的动力就是 你喜不喜欢它 你对于它的热忱 跟热爱到什么程度 你有没有把你自己 享受于在你的工作上面 那如果你觉得工作 是让你觉得有快乐 有成就的 那你自然而然 你每一天 都会给你不一样的动力 对 那也是我们之所以 会在这里 愿意投入那么多的心力 去做这些蔬食 是因为 我们每一天看到客人 对于我们 所呈现出来的一些料理 他们觉得哇 怎么会这样 其实我们心满意足 对 大哥你说这一道料理 跟我们的电视台 有一点点小小的观点 对对对 我那天刚好看电视 刚好是在制作这个 塔香豆包酥 我想说这一道来我们餐厅 应该是加分 果然加分很多 大家都喜欢 是 但我一定要评尝它看看 哇 它好大块喔 外酥 内软 我看到了里头 有好多的这个杏鲍菇 你们加了很多很多的杏鲍菇 在里头对不对 对… 蘸一点这个胡椒粉 好 你们应该已经听到 这个很酥脆的声音了吧 我觉得热肉的吃最好吃 它的外皮好酥 然后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个豆包它一层一层 很嫩的口感 再来是里头的杏鲍菇 太厉害了 会爆僵 对 不要烫到 在枫园地区有一间 饕客必访的蔬食餐厅 日式禅封的用餐环境 以及精致典雅的美味料理 不但在枫园地区 拥有高人气之外 就连外县市的朋友 也会特地前来品尝 究竟他们的料理 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跟着我来去品尝看看 就知道啦 廖大哥你好 嗨 你好 廖大哥很多朋友都说 如果来到枫园 想要找一间环境舒适的 蔬食餐厅 来找廖大哥就对了 对了对了 那廖大哥刚开始 为什么会想要在枫园 开一间蔬食餐厅 因为有一个很好的姻缘 最主要是说我在前两年 刚好是满六十岁 想说要做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留在这个人间 所以就决定开素食餐厅 推广素食 其中有差不多有六成左右 都是做便当 可以让更多人来接近素食 是 这样要推速度会比较快 这两年就全部汇集好多人 一传十十传百 是 这样就做起来了 可是大哥 你便当价钱好便宜 有这样能赚钱吗 因为我想要做事 所以就不会把那个钱 考虑在第一个顺位 当你事情做得很好 很圆满的时候 钱自然就会跟着我们了 所以我不会担心 对 我非常有信心 能够把那个一念之间 留在这个世界 我想一部分 当然是因为大哥你们的料理 做得非常用心 像是我刚才看到你们的菜单 像头你们推出的套餐料理 每一道看起来都好好吃 颜色很丰富 你们当时在发想菜色的时候 你们最注重的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食安问题 那再来就是 如果可以协助小龙的话 我们更乐意 那再来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我都不会去 都不懂 所以我亲自到台中的国菜市场 早上就五点多去那边 开始挑挑挑挑 挑到我自己喜欢吃的 我相信我自己喜欢吃的 我们的客人也会很喜欢吃 所以这两年累积下来 大家都赞不绝口 觉得我们的菜色 跟一般的自助餐 完全不一样 就是非常有特色 那再来 因为我们没有加那些 塑料 胃素 还有防腐剂 所以大家都吃得很健康 每个人来买便当排队的时候 都会告诉我 说你真的很好 让枫园这个地方 本来这条街都没有什么人 就让它这样繁荣起来了 尤其是大哥刚才提到说 像是这样子类型的餐厅 在枫园其实并不是那么多 可是也因为大哥你们开了这间店 我想应该很多朋友都对蔬食 颠覆了他原本的印象 廖大哥不计成本推出的健康便当 真的深受当地人喜爱 所以就算早已过了用餐时间 都还不断会有客人向门来询问购买 同时我也从菜单上发现 就算是常见的豆皮寿司 厨房的师傅也能够做出 十种以上的口味变换 而且每一种看起来都是色香味 俱全的厚假款 这就让我更加好奇 店内这么多的餐点 到底还有哪些美味秘密 江师傅你好 姨姨你好 江师傅因为我现在在桌子上 有看到了好多样食材 你今天要介绍的料理是哪一道呢 今天要介绍的是 菩芝法式猴头菇 菩芝法式猴头菇 听起来我觉得是蛮特别的料理手法 对 其实它就比喻这样 我们外面常常吃到的 那个红酒炖牛肉的一种概念 是 只是说我们树的选材上 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呈现 就等于说用这个葡萄汁去取代 这个灰汁大吃的红酒这样 是的 那下次你们的猴头菇 都是自己处理的吗 是 因为基本上因为我们希望展现的是 全树的方式来呈现 让更多吃树的人可以接纳 而不是只局限在淡奶素的人可以吃 是 那像是猴头菇的前制作业 我想应该是相当费工的吧 应该在业绩上很多厨师 应该都知道很费工 是的 那前制作业啊 大概花两三天的时间制作吧 大概要有三四天 对 如果你单单就只有光做这个动作 你也要大概两天的工作天 是 对 因为你需要等待 因为要浸泡嘛 对 然后两天之后 接下来的动作是什么 就是调味跟炖煮 对 炖煮是让它基本的味道可以入味 是 对 那像是你炖煮的方式 因为你有提到你有加入了铺汁嘛 对不对 对 那还有哪些食材也是会用到的呢 就是我会用中式的卤汁下去搭配 对 因为在欧洲 欧洲的话 其实他们就是属于是家常菜 他们就是家庭主妇有什么食材 用什么食材 那欧洲他们最常吃的像马铃薯 红萝卜 或者是芹菜 就是依每个人的喜好 其实他们有一定的标准 是 所以说光是酱汁的部分你是有融入了葡萄汁跟中式的卤汁这样下去炖煮 可是这样炖煮要花多久的时间 大概两三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去炖煮它让它入味嘛 入味 那整个过程中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哪些环节 不要烧焦 不要烧焦 所以要控制火候 对 因为基本上我们用了黄豆粉当蛋白质的界面去让它入味 那蛋白质很容易烧焦 所以就是在炖煮的过程中它汤会比较浓稠一点 不像是清汤 然后越炖火头菇会释放出多汤体 它会越来越浓稠 所以基本上是要去拌绞它 让它不要烧焦这样 是 那江师傅因为刚才跟廖老板聊天 我有提到说我觉得你们的套餐很吸引人的地方就是 你们的套餐看起来好精致然后好丰富 像是这个部分是主菜 那其他配菜你们还会怎么样搭配呢 配菜我们会用当令的食蔬下去做搭配 然后在烹调上我们尽量是用水烫的方式 因为基本上就是它煮菜的部分已经用长久的方式去做炖煮了 我们希望说新鲜的食材让它保留原本的那个水分 还有它的颜色还有它的营养素 我会用那个马铃薯红萝卜 那马铃薯偏是白色 红萝卜偏红色然后会铺底 然后再来就是猴头菇搭配在上面 对集中在中间 然后再来最上面就会放类似五行的蔬菜 当季的 那最后呢我们会淋上那个松露油 代替蒜的味道 让它的味道再丰富一点 对 感觉得出来啊 师傅你们除了前置作业很费工之外 就连最后摆盘的细节也都没有错过 对 花龙铃薯 对 难怪这道料理会看起来那么好吃的样子 对 还有会补上那个坚果 坚果类 有时候我们会放核桃 有时候我们会放腰果 对 就是让它整体的营养素是可以比较均衡一点的 相较于扑植猴头固的做法繁复耗食 另一道招牌的塔香豆豹酥可就单纯 而且简便许多 软嫩的豆豹把新鲜的九层塔 杏包固紧紧包覆 经过高温油炸的催炼之后 立刻飘散出诱人的香气 哇 廖大哥 一下子的功夫而已 我们江主厨就准备了这么多的料理要给我品尝 对啊 我今天的那个体重要在这里失手了 不会 我们的都非常健康 保证你不会很胖的 吃得很胖的 第一道我要品尝的是什么料理 这一道是我从那个佛光电视台学到的 叫做塔香豆豹酥 我们经过几次几次的试验 找到我们最精致的豆豹 它里面的饱水分比较多 炸起来比较好吃 那里面有包那个九层塔跟杏鲍菇 可以试看看 来吃过的人都说好 而且都会外带回去 大哥 你说这道料理跟我们电视台 有一点点小小的关联是不是 对 我那天刚好看电视刚好是在制作这个塔香豆豹酥 我想说这道来我们餐厅应该是加分 果然加分很多 大家都喜欢 是 那我一定要品尝它看看 哇 它好大块喔 外酥内软 我看到了里头有好多的杏鲍菇 你们加了很多很多的杏鲍菇在里头对不对 对 而且好大块喔 对啊 很好吃 沾一点这个胡椒粉 好 你们应该已经听到这个很酥脆的声音了吧 我觉得热热的吃最好吃 它的外皮好酥 然后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个豆包 它一层一层很嫩的口感 再来是里头的杏鲍菇太厉害了 会爆僵 对 不要胖到喔 大哥 你们当时啊 因为是你先看到电视上 然后有人在做这道料理 所以你自己回来试做 对 那你花了多少时间才做到这样的口感 应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把它吃到现在是味道刚刚好 最好吃的时候 对 我觉得这道料理是吃荤食的朋友 都会买单的耶 应该 百分之百 那接下来这道又是什么样的料理 再来介绍这一道叫做豆皮寿司 每天来我们这边吃的啊 那种口味通通会不一样 我们都用当地的食材 每天都会变换 让你白吃不腻 我特别给你介绍一下 你先尝尝看这一道叫做糖醋山料豆包 糖醋山料 可以吃尝看 很好吃 哇 它的颜色好漂亮喔 对 那山料我们都是买最好的 南投那边的 大哥 你们很用心耶 你们食材除了非常丰富之外 你们的摆盘也好精致喔 对啊 我们里面的食物最用心的 它每天都会设计出不同典型 不同造型的 还有上面这些食材都会下去变化 让客人每天都来吃 都吃得非常高兴 突然之前我有点舍不得吃它 没关系 大口给它吃 它太漂亮了 豆皮好嫩喔 对 我们都有精选过了 还有那个米是用池上的米 和官山的米 其实它的口感很丰富 当然一来是豆皮它很嫩 再来就是米饭的Q 最后就是大哥 你们的山药料理的非常好吃 它吃得很绵密 对 很好吃 都是正台的厨师下去煮的 因为一般 我们去日本料理吃豆皮壽司 他们都很单纯就是豆皮 然后加米饭 可是大哥 你们这边做的这道料理 会让人有好强烈的视觉冲击 你会很怀疑说 这真的是用蔬食做的吗 对啊 对啊 我们都很用心地在做每一道料理 而且像是因为豆皮壽司 它的风味很适合热热的天气品尝 像是中午如果来像一份 真的是太美味了 像这个放凉以后吃 它的口感都一样 也不会跑掉 所以在两个钟头之内吃都没关系 因为我们都是现做的 所以也很适合野餐的时候 来找大哥订一下 对…团体订的话 我们会再打折 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觉得大哥这边的价格 真的已经很佛系了 你还要再打折 这样可以吗 可以啦 让大家都来吃素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冤亂 是 大哥 那接下来我要品尝的 就是刚才师傅跟我们介绍的 菩芝猴头菇了 对 这个是我们店里的招牌 我们经过好长好长一段时间 从头到尾都是我们店内自己做的 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非常美味 可以尝看看 尤其是全素的朋友都可以品尝 实在是太棒了 对… 我来尝尝看这个 我非常期待的菩芝猴头菇 好大块喔 从5岁到90岁都可以吃 因为我们熬煮的非常软 它超软嫩的 对… 除了很软嫩之外 它吃起来很有水分 还有一点Q 然后因为卤汁的部分很入味 你可以吃得到这个葡萄汁 就是它甜甜香香的味道 你的嘴巴很厉害喔 都让你吃出它的真正味道了 那是因为大哥他们很用心 真的是加了很多的食材 在里头下去炖煮 然后我发现啊 它真的像大哥说的一样 炖煮得很软嫩 我刚刚一咬 大家都完全没有看到 我这样子扯的样子 一下就咬开了 对 我们花很多的心思 下去做这道料理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就是让大家都来吃了以后 身体很健康 刚好今天趁这个节目 我要感谢佛光山的新允法师 这道料理替我们加分很多 叫做塔香豆包酥 希望来这里点的客人 都会很喜欢吃 吃得都很健康 因为我们的油 也用得算最好的油 下去炸的 油炸的 我觉得在这边用餐啊 会跟大哥一样 就是很开心 因为大哥你是一个 好正面的人 所以我们都被你照顾了 吃完之后心情都非常的好 重点是真的很美味 先提醒大家 完整的蒲汁猴头菇套餐 包括了丰盛的配菜 汤品 甜点和冰淇淋 食量小的朋友请做好 打包回家的心理准备 以免像我一样 吃到肚子都撑了 还是没办法在现场玩食 像是这一道 我想应该加了非常多的南瓜 因为它颜色超漂亮的 是很美的金黄色 是 南瓜的味道好甜喔 是的 然后除了南瓜的味道很甜之外 我还吃到了很多菇类的香气 是 我觉得这样两种风味搭配在一起 会让你觉得层次上面很多变化 也比较不会腻 嗯 好 大伟 你好 你好 大伟 祥宏跟我说 如果说想要欣赏鹅梅湖的美景 那就来找你喝杯咖啡就对了 是 没错 你们的咖啡厅在这边 已经经营多久了 我们已经五六年了 五六年了 对 当时怎么会想说 要在这里盖一间咖啡厅呢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话 也是回乡来成业的 那时候就想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那因为近年来很多服务业心情嘛 那我们想说在这观光区可以盖咖啡厅 让顾路的游客可以休息这样子 那你原本的工作是跟这个餐饮业有相关吗 我原本工作是那时候毕业之后 是在博东坦上班 那做一些土地开发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想说回乡来 就是开了一家咖啡厅 因为早在十几年前 我妈妈她们就开一家咖啡厅 那我跟我弟弟啊 我姐姐啊 我们就会在店里面帮忙 那后来想说这一块地 我弟又在外面做厨师 那我就把它召回来 就一起规划 然后就一起开了这家店 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们对餐饮 还是有一些熟悉的 是啊是啊 那你当时找弟弟回来 要一起创业的时候 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那时候也是有稍微考虑一下 因为我们也是想要说有一个 比较稳定的工作 我们自己有厨师 有人员 有外场 有可以规划的人 那我们这样一起经营起来 做成一个家族事业也是不错的 那他在外面其实 有一些厨师执照啊 然后还有一些手艺 我觉得那是不错 那我们就可以跟他结合 因为我本身是土木毕业的 那我就设计一些图画 然后请人家帮我们盖 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之前在念书的时候 读的是跟建筑有点相关的 是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 那当时盖这间咖啡厅的时候 应该有很多的想法吧 有 其实那时候很多朋友 或者是自己的话 其实大家都给很多很多想法 那时候就把它做一个统合这样子 那时候也是想说给大家来到这边 有一个四面可以三百六十度环景的一个空间 这样子 那当时你们打造这间咖啡厅的时候 希望它呈现的风格是怎么样子的 其实我是想让它呈现一个 在乡村里面有一个亮点 因为刚刚我们前面是一面壶嘛 那面壶的话 其实最著重的话 我们就用落地窗 让它增加它的视野 让大家可以在这边舒服的用餐 那可以放松心情 然后就是享受美食这样子 而且我很喜欢你们的咖啡厅 装饰了很多植栽这样的设计 因为有一种跟这一整片环境融为一体的感觉 是啊 就是等于说不会让它有格外突兀的感觉 因为来到这边 你再把它做成像都市这样子的话 反倒会 我觉得有点不搭啦 对 反倒是你融合大自然 然后用一些色彩点缀 所以最主要就是那个落地窗的方式的话 其实很舒服 堕落在信茅浦吊桥旁的这家咖啡厅 是大伟跟家人一起创业的根据地 除了与周遭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设计之外 随着季节时令的变化 他们也会推出结合当地物产特色的体验活动 让旅客留下俄美旅程的美好回忆 大伟听说我这个时候来呢 有一个季节限定的体验活动 是什么呢 是 就是我们的柴幼活动 柚子它就在中秋节的前后 那我们通常是会在白鹿前 就开始采收这样子 是 可是通常鹅梅不是都是种茶叶比较多吗 是 怎么会有这么一大片的柚子园呢 这个就是爷爷以前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 就把它种下来的 因为爷爷他们以前小时候可能过得比较辛苦 他们一直想说就是可以吃到柚子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他来这边的时候 想说这边的土地 他就把柚子种起来 爷爷他就是本着说 就是我们自己要吃的健康 所以他都没有撒农药 所以我们这边都是用有机肥 我们在除虫就是挂那个除虫的灯 就是给这样除虫 我就没有撒农药 那所以我们的表皮上看起来 就是有些许的蚊虫叮咬 不过他就是我们的柚子都是老长 对 你提到老长 我也觉得这件事蛮有趣的 因为大家每一次都会说 老长的柚子最好吃了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老长的定义就是它很多年 那因为柚子它本身在前十年到十五年的时候 它是一个生长期 那生长期的柚子的话 它都会把养分输送在生长上面 所以导致它果实其实是不好吃不甜 所以我们所有老长大概就是十五年 二十年以上的 或到三十年四十年中老长 它已经停止生长的时候 它们就会把养分都灌输在柚子上面 所以它就很甜 然后再加上你可能说你有蔬果修枝的话 那养分就会更好吃 因为爷爷的西星照料 这两百多棵老丛林柚子树 就在额眉生态多样 风雨调和的山明里 年年生长出大量甜美多汁的柚子 而这也触发了大卫 开始研发相关体验活动和独家产品的念头 大卫 刚才我们采回来的柚子 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把它剥来吃了吗 当然不行 柚子的话它采下来大概要等七到十四天 对 要至少一个礼拜到半个月最好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柚子一采下来的时候 它属于就是新鲜的 可是我们通常柚子在吃的时候 要等它表皮偏黄 然后水分往内吸 我们俗称消水或磁水这样子 让它变成说表皮有点软软这样子 捏下去软软这样子 其实光是用肉眼看了 也可以稍微感觉得到差别 像是它就比较黄一点 这颗好像比较明显 它比较黄 然后它比较绿 所以说等到它有一点黄了 就可以分辨得出来说 它可以吃了这样子 然后就是你捏一捏 发现它表皮比较软的时候 就可以吃 不过很多人喜欢吃柚子 但是却很讨厌剥柚子 就跟我一样 原因是因为有时候觉得 剥柚子有点难剥 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 是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有 今天我就来教大家 因为最基本的剥柚子就是 我们把头这个部分先切掉 然后再划几刀 就可以做成柚子帽 接下来的部分我们把果肉 大概果肉平均把它分成 两半或三半剥一小块 然后最重要的是 只要这个步骤 把上面这个东西切掉 就这个步骤 简简单 这个步骤的话 它不仅可以把纸给切掉 而且也要让你再吃下一片 比较好剥 对 你可以试试看 而且像是你剥好的柚子 它的形状很完整 不会散开 就很方便大家这样食用 对不对 我发现你们的柚子 它有一点点带有红色耶 这应该是品种有混到 可是一般我们这边 也都是属于白肉 白肉比较多 对 白肉比较多 看起来就非常好吃 感觉很多水分 超甜的 而且因为它的果肉 每一株都有很多的水分 又很大颗 所以咬进去的时候 有瞬间爆浆的感觉 对 而且你这样剥给小孩子吃 这样整片整片剥 吃起来也比较好吃 对 而且柚子啊 除了可以直接这样吃之外 是不是还有很多的用途 是啊 其实柚子整颗 它都有它的用途 那我们的柚子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萃取精油 从柚花或柚皮 我们可以萃取精油 把它做成这个精油霜 它的用途是什么 它的用途的话 它可以防纹 然后或者是你被叮咬之后 有烧痒的时候 你抹下去 五分钟内它就消红了 对 它的味道好香喔 对 它也可以按摩刮沙 所以它的用途很多 然后它还可以防纹 对不对 对 加上它的味道 我觉得非常的舒服 就是有柚子的花香味 跟皮的味道不太一样 它比较清爽清香一点 对 那除了可以把它做成精油之外 还有什么用途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洗手乳 对 因为其实现在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需要洗手 而且我们有把它稀释过 就不会那么浓稠 所以洗起来 其实它很清香 也很清爽 这样子 那为什么柚子适合 拿来做成洗手造呢 因为柚子它本身 这种果实类的 它的精油适合去污 所以把它做成洗手 或者是清洁剂 是最适合的 而且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 都是天然的 是 所以说虽然柚子 它只有采收一次 在一年当中 但是它其实可以延伸的做法 有很多种 是 一年一收的柚子 在新鲜的时候 也可以做成龙猫的造型 来当作家庭摆设 不过千万别被季节限定 这四个字 限制了你对柚子的想像 其实连柚子皮都可以做出 煞锤的小铃嘴 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到 淡淡又香的好滋味 大为 刚才跟你去采完柚子之后 突然有点肚子饿了 是 然后我发现 你们这边的料理 提供了好多类型 像是我其实知道 很多的游客 他们到景观餐厅用餐 可能会觉得景观比较重要 餐点没关系 简单就好 可是你们提供的 却是很不简单的料理 是 是 是 因为我们也是想要打破 就是有景无餐 有餐无景 所以我们是强调有餐有景 这样子 那我就先从我眼前这道来品尝了 我发现你们料理摆盘也满漂亮 因为旁边放了好多的蔬菜 然后面卷得好美 尖尖的 看起来分量还满大一个 真的 好 我就先从它开始了 番茄酱汁 因为它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然后很入味 所以说你会觉得这样清爽的风味 是非常开胃的 是 因为我们还有搭配菌菇 然后搭配我们的花椰菜 然后搭配我们的小番茄这样子 下去做功能 尤其是因为你们的蔬菜类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切得满大块的 那这样的好处是我觉得 一来是吃起来有比较多的口感变化 是 比较有咀嚼感 然后再来是可以比较有饱足感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吃蔬食会吃不饱 但我相信你们这道料理应该会吃得很饱 是 没错 你们在研发蔬食料理 比较坚持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其实最坚持的就是现做 现点现做 用新鲜食材现做料理这样子 让客人可以新鲜的就吃到美味的料理 对 像是这一道就是用南瓜上去熬的吧 对 南瓜下去熬 熬一样也是搭配蔬菜跟番茄下去烹饪这样子 我想应该加了非常多的南瓜 因为它颜色超漂亮的 是很美的金黄色 是…你也可以尝一尝 好 我来尝尝看 它好香喔 还没吃我就闻到南瓜的香味了 南瓜的味道好甜喔 是啊 因为南瓜我们这边自己也有种南瓜 就下去熬成这样子 对 然后除了南瓜的味道很甜之外 我还吃到了很多菇类的香气 是 我就这样两种风味搭配在一起 会让你觉得它层次上面很多变化 也比较不会腻 对 其实我们调配很多 就是去做它一些颜色搭配 还有它味道的搭配这样子 对 那因为其实你们这道料理搭配的有 绿色的花椰菜跟红色的番茄 再加上南瓜本身的金黄色 你会觉得它看起来颜色好漂亮 好好吃的样子 是啊 因为其实我们也是比较强调说 我们的味道上面有别于说 我们可能去一般的素食店 那它可能又 吃起来会有一点素食的感觉 我们强调说 用新鲜这样烹嫩出来 吃起来就像我们一般吃 一般食物这样子的美味 那我还听说很多网友都推荐 一定要来这边品尝你们的披萨料理 你们的披萨料理有什么样 特别厉害的地方 对啊 我们披萨的话我们有分厚的披萨 还有薄的披萨 那两种口感跟口味都不一样 可是都非常不错 其实光是用看的就非常好吃 一来是上面铺了超级多的馅料 然后再来是像是厚的这一款 它非常的厚 就好像有点在吃这种咸派的感觉了 那我来尝尝看了 它真的好厚喔 而且起司多到会牵汁 我喜欢它的口感 因为它的口感非常的厚 然后咬下去外面脆脆的 里面软软的 搭配很多的馅料有很多的香气 这样非常好吃 是啊 那我们里面的料本身就是一样 也是用小番茄 然后还有凤梨 然后还有黑橄榄 这样下去做 那吃起来 因为厚的披萨 我们吃起来比较松软 其实年纪大 整个年龄人才爱吃 都可以吃 而且我发现 因为你们的起司加了 好像应该不只有一种吧 对 我们有两种 对 所以说它吃起来的风味 是有点特别的 然后比较丰富一点 品尝过大威推荐的披萨 炖饭 意大利面之后 确实完全翻转了 我对于景观咖啡厅的刻板印象 这里真的是有景又有餐的好地方 一边享用以新鲜蔬果烹调而成的美味餐点 一边欣赏无敌湖景第一排 这样的人生享受 让我忍不住开始敲碗期待 能不能再顺便来个悠闲下午茶呢 大威 会不会有很多客人 来到这里都跟我一样 就是吃完午餐都舍不得离开 决定还要留下来 吃完下午茶才走的 会喔 很多 对 像是你们的青食类 又有提供哪些选择呢 青食类的话我们有蛋糕 有松饼还有冰淇淋 对 那你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什么样的甜点 我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个玫瑰乳酪蛋糕 玫瑰乳酪蛋糕 好特别的搭配喔 我从来没有这样吃过 而且它的颜色 因为有加了你说玫瑰嘛 所以它有点淡淡的粉红色 这款很适合女生品尝 因为女生都喜欢玫瑰 它吃起来有淡淡的玫瑰香味 很好奇它这样搭配起来的风味 是怎么样子 我很喜欢它的奶香味 因为它的奶香味跟口感呢 都非常的柔顺 然后加上因为搭配了这个玫瑰花的关系 玫瑰花它有淡淡的花香味 跟口感它有点像果冻一样 是 它是有加了玫瑰果冻吗 玫瑰果冻 对 当时为什么会想说这样子搭配会是适合的呢 因为其实我们吃很多油腻的东西嘛 那你再吃了这个的话会比较爽口 再搭配有饮料或咖啡的话就蛮配的 是 然后像是它搭配的饮品 你要推荐的是哪一款 今天我要推荐的话是我们的 翡翠水果 是 感觉就是加了很多的水果在里头 一起下去打成果汁的 所以说新鲜 现打的 那里面的话有奇果 有石莲花 有芭蜡 有芭蜡 苹果 凤梨 没关系它绿绿的 是 好好喝喔 冰冰凉凉的 是 然后我喝到了几个香气非常的突出 像是芭蜡的香气跟奇异果 是 然后还会有一点点水果颗粒在里头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说里头还有加石莲花 是 为什么会想说要加石莲花 因为其实夏天到了 大家就是比较炎热 石莲花大可以退火 所以加进去的话 让人家喝起来又比较清凉的感觉 这样 因为其实我觉得有这一片景致啊 在这边用餐看得非常幸福 就是嘴里有美食 然后眼前又有美景 真的很值得大家来这边待上 可能一天或一个下午 看到鹅妹山城的华丽转身 也感受到青年返乡 所带来的涟漪效应 这趟小旅行让我重新思考 每个地方 每片土地 都是属于每个人 内心深处珍爱的故乡 而这样的美 值得被看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